人生独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不合群且独来独往的,往往是这类人,看你是吗?有多少人喜欢热闹,就有多少人习惯孤独,独来独往,不代表恐慌和失落,反而是一种极为坚定的力量,那些看上去没有太合群的人,往往具有以下这几种特点, 这样的人,选择了与大众博胎相似的人生轨迹,内心却自信十足,且十分风盈,追求简单,厌恶人情世故的人,对于人情世故,你会有什么感觉呢?大部分人都会感觉这东西很复杂,也很麻烦,说话之前,要考虑什么该说,什么不该说,做事之前,要考虑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,哪怕日常的相处,也各种忌讳,如此,谁不厌倦呢? 人这种生物,要么对人情世故特别上心,一旦厌恶人情世故,就会狠心抛弃,宁愿做个简单且不合群的人,也不愿意被人情世故束缚,尤其是有点精密的老江湖,别看他们能说会道,为人处事特别有一套,可他们的内心深处,对于人情世故,都有着极强的厌恶感。 另外,除了体制内的精英,需要讲究人情世故,对于普通人而言,人情世故基本没啥作用,只会给自己徒增烦恼,远离聚会,远离圈子,不再为了合群而纠结。 我想,他们都是讨厌人情世故的人,或许,做个简简单单的人,自在地活着,也不错,被人伤害,心境愈发薄情,再怎么旺盛的火焰,都会被现实的一盆冷水浇灭。 再怎么热情的人,在一番经历后,都会变得愈发薄情,有的人,年轻的时候特别天真,也特别热情,别人就利用他的天真,而挖坑算计他,吃过亏的他,就会改变以往天真的模样,生活,终究会磨平一个人的棱角。 现实,终究会改变一个人的观念,那些曾经老是芭蕉的人,都会在成长的过程中,变得不再老实,你会抱怨,为什么现在的人都没有人情味了,你会感慨。 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注重感情了,因为有人情味,以及重感情的人,都被视到,人心毒打了一遍,人,可能会迟钝,但一定不会麻木,当一个人被视到,人心毒打了一遍,哪怕他再怎么无知,也会逐渐明白一个道理,人无伤狐义,忽悠害人心,所有的薄情人,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,所有的无情者,都经历过痛彻心扉的前半生。 不是人心太冷漠,而是现实太残酷,为人成熟,看透社交,人,一旦成熟,就会选择独来独往,就像一位潇洒自由的剑客,不再享受到别人的束缚,而是希望纵横于天地之间,逍遥于天涯当中。 为什么成熟,与否对合群,以及不合群的行为,影响那么大呢? 其实,当人还未成熟的时候,心智终究没有经受过现实的打磨,那他就容易失去自己的主见,让自己成为群体的附庸。 见了群体之后,他才发现,群体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该冷漠的人依旧冷漠,该见死不救的人依旧见死不救。 更重要的是,人人都虚伪不堪,如此,合群真的有必要吗? 人,唯有精力半生,才会慢慢地明白,群体只会让你成为别人的傀儡,人生毫无意义,如果选择独来独往,虽然说一个人孤独了一些,但至少还能把握自己的人生,喜欢过安静日子,有作家写道,在一年四季悠闲宁静的生活中,感知小日子的美好。 这是一种无可逼拟的幸福,这世上有99%的人,都不可能活得轰轰烈烈,就只能活成平凡的模样,如此,选择接受平淡,这是一种大智慧,接受平淡的人生。 关键就只有一点,那就是选择过安静的小日子,何必安静的小日子呢? 以防两人三餐四季,简简单单,平平静静,没有闲人闲事地打扰,所谓闹事赚钱,静处安身。 我们赚够了钱,就该回到安静的小窝当中,过上悠闲自得的人生,采取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 这是一种境界和向往,精神富足,内心强大。 独处是一个人的清欢,真正高层次的人,都喜欢独来独往。 越是弱小的人,越喜欢和别人凑在一起,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,是没有人能伤害你的。 因为内心强大的人,他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,人们嘴里常说,生活分为两大类,其一为物质生活,其二为精神生活。 到了晚年,内心强大的人,即使是粗菜淡饭,也是养生,就算是平静度日,也不会一味随波逐流,而是会始终按照自己的设想而活,活出一个自己认为最幸福的,最舒适,最符合自己理想的晚年生活。 一个人的幸福指数,与物质关系不大,物质反而会给你带来空虚无聊和无法满足的欲望。 因为幸福是一种感觉,是一种精神满足感,只有精神富裕的。 内心强大的人,才会明白和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 无人能懂,学会沉默,博雅死后,子气衰情断闲,不负弹琴,因为再也没有人懂他的琴声。 孔子在唯一能与自己进行心灵对话的学生言回死去时,绝望地喊出了天丧语。 大文好苏氏,则更是感慨,高处不胜寒,现实生活中那些独来独往,也不爱说话的人。 很多人已经意气绝尘,思维境界,能力水平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所在的圈层。 他们就像《肖生客的救赎》中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,有些鸟是关不住的。 他们不依恋龙中的安逸,而一心向往龙外的自由。 这样的高人往往就在我们身边。 比如,职场中那个有实力的边缘人,他们要么是技术大咖,要么是管理能手, 要么是多项全能,曾立下过赫赫斩功,他们选择将这些成绩掩藏。 但嘛,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懂他们的人,没有站上真正适合他们大战身手的舞台。 既然无人能懂,不如沉默寡言,这是一种无言的伤,也是一种需要隐忍的痛。 就像最骁勇善战的将士一样,如果能战死沙场是一种荣耀,而死于其他意外,则是一种羞辱。 那个卓尔不群的人,只有到适合他的人群中去,才会被认同。 被肯定,被赞赏,否则,便很有可能虎落平阳被犬欺。 他们选择沉默,是在蛰伏,是在蓄能,等待着爆发的机会,不依赖,做自己的靠山。 孟子曾经说过一段话,爱人不亲,反其人,治人不治,反其治,理人不达,反其尽。 行有不得者,皆反求诸己,其身正,而天下归之。 意思是,凡是行为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,都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,自己端正了。 天下的人自然会归顺他,可见,任何事情,你是你一切的因,你是你一切的果,如何想遇到贵人。 首先,要成为自己的贵人,就像鱼公移山中,最后帮助鱼公移山的,是天地派出的两位神仙,而并没有让鱼公的子子孙孙都来受移山的苦。 一个人想要做成一件事,一旦有了鱼公移山般的斗志和决心,哪怕起步的时候一文不值,在日积月累的坚持下,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越是在一个领域深耕,越是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。 而命运的转机也就此出现,那些致力于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靠山的人,喜乐不言,宠辱不惊,心中有方向,脚下有力量,无欲无求。 从常人的眼里看,陶渊明就是一个另类的人,他认为,当官不是为了名誉和财富,而是一种谋生的手段,他在《归去来西词》里写道,极少日,眷然有归于之情。 何则,智性自然,非角力所得,激动虽窃,为己交病,常从人事,皆口父自意。 于是怅然慷慨,身愧平生之志。 游望一人,当脸长消逝。 做人,没有必要为了五斗米折腰,不要因为官位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事,当一个人摆脱了欲望,不再贪图富贵、地位、名誉这些虚伪的东西。 在交际方面,就会淡泊从容,陶渊明辞官之后,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,写下了很多诗词歌赋,他真正活成了自己,也找到了快乐,唐朝的度负,一生都在关心贫苦的人,写下了诸门酒肉臭,路有洞四谷的诗句。 他自己活得很苦,却浑然不觉,把生活的苦忘记,把内心的满足放大,一个人就真正知足了,人过五十,不求人,不看人脸色,就会越来越习惯独处,吃过大苦。 佛说,苦非苦,乐非乐,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。 从字面上,化解痛苦。 很简单,放下执念即可,从内心深处,想要化解痛苦,难上加难,任何事情,自己不去经历,只是道听途说,那么你对事情就是一知半解的,有这样一个脑筋急转弯,青春痘长在哪里,最不担心。 答案就是,长在别人脸上,别人的痛苦,你可以感受到,但终究不是亲身体验,不会感同身受,因此,唯有你自己感受到的,才能刻骨铭心。 并且从中找到放下的方法,人过五十,你的精力越丰富,你吃过的苦越多,反而越不会在乎了,痛苦变成了身体里的伤疤,虽然还能想起来,但是想起来的时候,也是云淡风轻的样子,吃过多少苦,就享受多少福气。 大部分的人,都是先苦后甜的,从痛苦里走出来的人,不再指望谁帮助自己,感同身受,他只是默默无闻地过日子,苦乐都无所谓,你要相信,跟随自己的新生活,要比跟随群体生活,来得更自在,从懂,在汉书中。 有这样一句话,夫为大雅,卓尔不群,意思是,一个真正品德高尚,优秀美好的人,往往是不合群的,是孤独的,活得越通透的人。 其实越不合群,你喜欢社交,还是喜欢独来独往? 你愿意合群吗?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